你是姐姐 嗨 大家好 我是姐姐 我是妹妹 今天的环节就是Q&A 之前大家都想知道关于我们的50个问题的 所以前几天我们在微博上向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 然后从中选出了50个来回答大家 今天就是姐姐提问 我来回答 好了 废话读书 让我们开始吧 今天开始第一个问题 就是双胞胎真的有心灵感应吗 有 就是在我们之前原来初中高中 我们俩一起写作业 那时候书桌是我们俩一边 就是坐旁边的 然后经常呢写作业 先闹闹就开始放空 然后开始哼歌 然后我们俩就是同时同分同秒 哼出同一首歌的同一个片段 每次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就想 没有学我 没有信学我 然后呢想知道以后你们想做啥 工作在哪个城市 这个问题好像是大家问的最多的 就是我们俩现在呢正在筹备 也需要一段时间嘛 就是想开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活馆 就是不仅仅局限于太阳 大家所知道这种美妆店啊 什么之类的 我们就不仅仅局限于那个 只要是我们俩比较感兴趣的 我们都会努力去寻找资源 就是开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活馆 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比较感兴趣 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考虑哦 然后工作城市呢 目前是在广州 但我们马上准备去上海发展 嗯 好啦 接下来一个就是 请问长得好看是一种什么体验呢 这个就是 就早上醒来素颜的时候 对镜子都会定三秒 哇操 这么丑 哇操 然后化完妆之后呢 就会对镜子定五分钟 哇 怎么那么美 所以一定要修个化妆 嗯 然后下个问题就是 平常拍照的方法 以及修图的方法 拍照方法 拍照方法 就是首先一定要找到 适合自己的角度 就每个人角度可能不一样嘛 我可能喜欢拍我的右脸 因为左脸不太上镜嘛 然后修图方法 我一般就是 最近不喜欢调色 就是拿iPhone 我一般拍照都是拿iPhone前置的 但有些人说你的前置有什么那么清晰 就是因为拍照跟光线 有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关系 就光线好呢 像素自然就会高 然后我就不太喜欢用拿那个 神器啊 每颜相机啊 因为一拍出来 就很明显一看就是那种拍出来 然后个人比较喜欢那种原画质 然后美图修修 顺修熏脸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再用Instagram里面呢 调下亮度 基本上就OK了 我比较喜欢那种原色调 好 第五个问题 请问小姐姐 拍视频的设备 和视频剪辑软件 拍视频设备呢 就是佳能的M10 那个剪辑视频呢 就是用那个 i movie 还有 我最近发现一款 真的是还蛮好用的 叫做万青 然后之后呢 我也会出一集专门 知道怎么剪辑的视频 对 然后下一集呢 就是 唱歌这么好听 为什么不多发一集 这个就是因为 就是之前大家看过 我之前唱歌的视频吗 因为那时候 我想给大家呈现的是一种 比较专业的 因为那时候 之前这个视频呢 是挺专业的设备的 因为他们有专门的录音机 还有专门的弹吉他手 比较专业心 然后我现在 就是这个环境呢 我觉得还不足以 我可以露出很专业 我自己满意的音乐 给大家 所以等我 再准备准备 对 有了设备呢 我还会再唱歌给大家听低 好的 然后第七个问题 做up主这么久 有没有说的恶评 或者怎么看待 或者反击呢 当然有啊 但是比较少吧 我觉得 我觉得我对这个恶评 还是 以善待的这种 角度去看 因为我觉得 你把你的东西 放到网络上肯定 就是会 有好有坏嘛 因为大家会评论 评论呢 就是有好有坏 当然那么多人喜欢我 我何必去在意那种 恶意的评论呢 对啊 做自己就好 对 做自己 然后第八题 想知道小姐姐 你是干皮还是油皮啊 平时怎么护肤 感觉 你皮肤很好哦 我是 混合性皮肤 混油 就是夏天T恤会出油 冬天呢 有一点点干的那种 我皮肤其实 一般啊 我就没有很好 因为有点粉刺 看起来很好呢 首先就是 其实也还好 相机里可能会觉得 打光要打出来 会觉得皮肤还挺好的 还有就是 我觉得 有些人讲 我皮肤很通透嘛 高光很重要 对 平时要什么护肤呢 护肤呢 我就是比较 简陋吧 不是 就是比较简单 就是补水很重要 就是水 水 精华 乳 眼霜 白面霜 平常要多敷面膜 对 平常多敷面膜 就很简单 然后 第八个问题 喜欢的歌手 歌手 对 从小呢 我们俩喜欢 Hip Pop R&B 有 看不出来吧 但是我们俩就是从小就喜欢 喜欢迷信有很多 你要听我说啊 喜欢 Rihanna Nicky Minaj Drake Chris Brown Cherry Pooze Neo The Weeknd 基本上都是欧美型的歌手 对 我们俩比较喜欢那种 R&B 她原来想成为中国的 Vava 对 我高中的时候 我的梦想 就是成为现在的 Vava 但是呢 但是因为我学了一首快乐崇拜 我想啊 你们的Rap搞不定你算了 算 我会 其实我会的 我也会啊 就是很简单啊 但是 我没想想算了 还要学没数学 我说不定以后 视频里面会有我们 唱Rap 因为心中有个 C 哈 梦 好了 接下一个就是 说呀 请问姐姐每天看妹妹撒狗粮 是什么感受 问你啊 什么感受 没什么啊 吃而不尽啊 好的 下一个 请问 做Up主以来 有什么收获呢 有什么困难 收获就是你们啊 对啊 困难呢 我觉得基本上 还好吧 可能就是 拍摄的时候 对 其实拍视频的时候 就经常会 哎呀我怎么那么丑啊 然后 或者是NG啊 还有编辑软件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问题 就需要点耐心 我觉得这都是小问题了 只要你有你们的支持 everything will be ok 然后 脸脸觉得 高三学艺术 会困难吗 我觉得 还好吧 就是 我原来 负责很重要 努力很重要 对 我高一的时候 是 我们俩是学音乐的 然后高三的时候 突然就转学美术去了 因为那时候难嘛 就是还好 就是你要进去集训 反正大家做什么 你也做什么 那时候挫折还是遇到挺多的 但是就是 跟他生活 反正你自己一边努力 反正一切事情都会 水到渠成 水到渠成 对 只要努力 还有一点点的天赋 还有运气 很努力 然后你是什么星座 我是金牛座 然后你的头发 是每天自己卷的吗 还是有烫了呀 没有卷 自己 我之前说过 我就是经常会盘头发 然后放伞 就会有一个自然的弧度 当然今天没有了 偶尔会用这种绝发帮打造一下 对很少 然后脸也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学化妆的 我从进了礼队 大一的时候 就是有看老师 就是有教我们基本的那种化妆 当然那个话 没什么那个 看给你看不出 我之前大一搭的眉毛 好了 有没有被吓到 我都要吓死了 我那时候觉得自己粗眉特别美呢 那个时候很多就是家长说 很多人流行 就喜欢张新月你知道吗 那时候就自己扣篇了 那个化眉毛 我天哪吓死人了 然后真正的开始对彩妆感兴趣呢 就是大四上学期的时候 自己就开始跟那种美妆博主一起 就是自己跟视频学 然后大四下学期就开始 创办自己的频道 对 然后最喜欢哪个彩妆牌子 最喜欢哪个彩妆牌子 City 对 还有Mike Nars Nars 对 这几个牌子比较喜欢 然后怎样越来越美丽 提升自己内在的方法 我觉得内在的话就是 读书还有旅行 对 读书那可以让你看见 就是足不出户 但可以体验到 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 或者是人情事故 都是人家智慧的结晶 然后旅游呢 你不想进办法 因为旅游中总是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 都需要你自己去解决 这样呢是会由内而外 给自己一些改变的 所以我觉得呢 女生给自己投资 可以把金钱放在读书或者旅行 以及部分美容上是比较合理的 对 然后脸脸和姐姐性格方面 差别很大的地方 她比较成熟 比较糊涂吧 可能大家都能感觉到的 对 Next 化妆品和护肤品 你都是和姐姐一起用的吗 对 目前是在大学的时候不是 只是现在住在一起了 就会一起用 对 对 彩妆啊护肤都一起用 刷疤啊 刷死了 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兴趣爱好 兴趣爱好 唱歌 唱歌 画画 现在化妆也是 对 化妆 然后我是旅行 我特别爱旅行 我也是 然后脸脸最喜欢什么颜色 我什么颜色都喜欢 就是我觉得什么颜色都很美啊 但是不怎么喜欢 荧光色 我也是 然后脸脸是什么学校 姐姐什么学校是什么专业 我是浙师大 浙师大 浙师大大学油画系 然后我是广东华南理工大学 产品设计 然后主攻是陶瓷 嗯 想吃狗粮 然后你最困难的时候是怎么挺过来的 什么时候是最困难的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经历很困难的事情 我觉得我还挺幸运的什么事情都是顺风顺水 最主要我觉得最主要我不觉得困难是因为我的心态吧 就是比较乐观 跟受我爸妈影响 我爸就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然后我就我们俩可能心态什么都比较乐观 对 然后 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 我以前跟她现在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吧 就是可能以前胆子没有那么大 上到大学之后 胆子就比较大了 对 我之前挺害羞的 也还好 其实也不是很害羞 就上了大学之后 我记得我那时候军训的时候 我真是迈出人生第一大舞 就军训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不是 彼此都不认识吗 然后就让我 就说 教官就说 哪个人来上表演一下才艺 我那时候就说上大学上给自己给改变 然后我自己就举手了 我说我要唱歌 然后我就 教官的时候唱了一首 Justin Lieber的Baby 哇 登登 然后就很多人就 对我印象挺深刻嘛 那时候我对自己也是蛮钦佩的 我皮具还这么厚 好 下一 有没有什么长高秘诀 没有 遗传 爸妈遗传 对 不要挑食 我爸妈都算蛮高了吧 我们两个就蛮高 爸爸178 妈妈165 对 然后两个病都能吃 身体吸收好就长高了 对 然后 不开心的是 不开心的时候会选择做什么事情 让自己不再沉闷 或是抑郁呢 像我不开心的最多不超过一两天 我就会那种不开心的感觉就会忘了 一般没有什么事情能很影响我 对 他们不开心可能就是吃 我那时候不开心 我会回 哪有 你不是吗 吃 除了吃以后我也会有好不好 就是会看特价机票 然后出去散散心什么的 算了 我 我心情不好的话 不怎么会吃的 反正我 给我一两天时间 我自己就好了 大学时候是如何规划金钱消费的 没有规划过 就自己没有刻意说要去等花 反正我大学的时候就会经常去兼职任 对 对 就是 很少像家里要钱的那种 生活费基本是自己算的 对 比较独立的那种 然后 想听听 脸脸分享大活生活的 感觉会非常正能量 算起来差不多吧 我大学生活可丰富了 我把这个视频说不完以后留给大家 反正我觉得我是个蛮励志的人 嗯 然后有和姐姐吵架过吗 一般谁先和好 吵啊 肯定吵 但不会太凶 但和好的话就是自然而然 没有说谁去主动和好 就是当初没有发生过 然后就正常说话 一般一天之内就会和好 毕竟是从小生活到大的 早就习惯了 好的 然后 好 接下来问题就是 脸脸以后会接推广吗 如果是推广的话 会和我们说明吗 希望脸脸接推广之前测试一下商品 我有接推广 但是我是选择性的接推广 因为就是我一定会自己亲身测试用 我觉得还可以还不错的话 我就会推荐给大家 毕竟就是像假如我们想做视频的话 就是想有更多的 嗯 毫无分享 毫无推荐 或者给你们做一些彩妆测试的话 还是需要一些资金的 嗯 希望大家也能理解 我们也会为大家争取更多的福利 就是造福你我他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造福你我他 对 然后接下来的问题 我觉得我不应该在这里 下一个问题 嗯 下一个问题 嗯 下一个问题 嗯 说呀 怎么做这个 好烦哦 就是一直被追啊这样 提出还有一个问题 我解啊 不想面对啊 就先溜走了 那我来跟大家说 说什么问题 你跟长脸章是怎么认识的 有没有什么趋势呢 长脸章啊 就是你想吃狗粮 是吗 我帮你想吃狗粮 然后现在为你们吃吃狗粮 首先我们两个是怎么认识呢 就是 他就主要他追我 那时候我们两个是有共同的一个好友 然后他就 有共同好友的就把我 皇亲单身汉 然后就推荐给他了 然后 就两个人莫名其妙的 就认识了这样子 就印象很深刻 为什么会对他 他就一直对我有好感 我那时候对他没什么好感 是因为很神奇 那天我就是 在去学校那个水果摊 只要去买水果 然后我就想 拍一张照片 我就发朋友圈 我就觉得今天 就是说 今天这个食物摊格外的好看 就很无聊你知道吗 然后马上就 一转身就发现他在后面拍我的肩膀 然后一转身穿白衬衫 哎呦挺帅的 但到我内心我还是很淡定 超淡定 就是 很害羞的人就走了 就那时候莫名其妙 就有一种好感 然后慢慢慢慢的 他以后再需要跟踪我 还是啥的 就变态你知道吗 然后就慢慢的就 然后就再抢 然后还有说 还有人我记得有人问 就是异地恋应该怎么 维持关系吗 维持恋爱关系 就我之前不是异地恋 现在也是异地恋 怎么说呢 就是两者呢 要互相的体谅 就你特别是女生 女生特别爱做 是不是 但我偶尔也会做一下 但是一定要适量 不能太作 有时候作为把自己作死的 你知道吗 然后男生也要多体谅体谅 但是像我的话 基本上就是他扔着我的 然后也会比较一些小浪漫 像比如说送我一些 他送我很多口红 就每次送我就很开心 还会送花呀什么之类的 就之前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 还是现在 无论我去哪里 远一点地方 他都会寄一束花 这样就可以维持一下 我们之间的感情 会更好 好撑啊 吃的好撑啊 姐姐说他吃的好撑啊 对 我觉得这种 这些东西都比较重要 最重要的还是要互相理解 其实我微博有很多购量 如果你们想吃的话 欢迎去我微博围观 我比较喜欢那个 在微博上记录生活 如果你们肚子饿的话 可以欢迎去我的微博看一看 因为挑选了50个问题 发现这其实 其实问的很多问题 问的就是一样的问题 所以今天就回答大家这么多 对 好 今天的 谢谢大家